如果我沒有記錯,上次說這部 Z6 和 Z7 時 我已經覺得不知道它們會否出一部入門機 Z5 呢 那會不會像這部入門機 Z3 或者 Z5 呢 似乎適合一半,因為它們出了這部 Z50 那什麼分別呢? 就是這部不是 Full-Rain 而是 APS-C 的感應器 但是它的孔子是一模一樣的,一樣在 Z Mark 呢 太習慣領那邊 Nikon 呢,反過來領這邊 我是非常樂於看到它們出了 Z6 和 Z7 的 Full-Rain 之外 出了這個 APS-C 的感應器 因為呢,細部一點,不只是一部入門機 不只是一部便宜一點的機 而且是多一個選擇,是一部輕巧很多的機 真的很薄 你看這部機,剩下的機身是非常薄 但是雖然它是便宜了一截,小了一截 但是它的配置不差,它不是很頂級的,但不差 2000萬像素,普通通都是類似那些 就是2000萬像素,大部分情況都夠用 然後這部,但是很棒的,它有那個 IAF Z6、Z7 的 IAF 呢 都是後來firmware 加進去 但是這部機一出,它就已經設定了 IAF 所以有這個 11 格連拍 拍片正常都是有 4K 拍到 300 格 香港用 25 格 而且它是用了整個感應器的闊度 沒有補充度 這部機雖然它說是比較入門機 比較便宜了一大部分的 APS-C 的 Mirrorless 但是呢 它也是有這個金屬機身,尾盒金機身 而且它是有這個防雨、防潑水、防塵的設計 那樣的設計 那樣就真的不是每一部 APS-C 的模範會有的了 那這個呢 是有防雨、防潑水 好像我剛才說過 這部機身非常之薄 這部機身真的非常之薄 這個手柄當然跟 Z6、Z7 是差不多 它是小一點的,但是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我之前一拿 Z6、Z7 已經非常喜歡它的手柄 那這個是小了一大部分 當然是沒有那隻那麼舒服 但是我覺得它的形狀 就是它的設計差不多 它真的整個是小了 那樣的意思 那可能尤其是我的手小 那我拿呢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是舒服過我的 Sony Sony 真是出名的 手柄真的不太好 那上面呢 就跟 Z6、Z7 比 就沒有了那個 Display 那有這個 Mode 鍵 就沒有所謂 但是呢 有一件事就是 它都是有兩個輪胎的 前後有輪胎的 例如好像 Nikon 啊 它以前的單鏡機 一向都是一些入門機 就只有一個輪胎的 那這個有齊兩個輪胎的 那這個有齊兩個輪胎的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呢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呢 就是它這裡是有些 Virtual 鍵的 有些 Touch 的 Virtual 鍵 就是這個 Display 鍵 就不是這個 Physical 鍵 又好又不好 當然它可能 就是比較可能 會有大一點的機會 會遮到它這樣 不過 Game View 上 整個 Screen 都是 Touch Screen 整個 Screen 都要小心 不要遮到它 其實現在 Touch Screen 都是習慣的 我覺得有點像 這個 Nikon 這個 Logo 是不是 Home 鍵 有一點像 這個是不是 Home 鍵 可不可以出個 Home 鍵 然後呢 它這一部呢 就好像很多其他 APS-C 的機器 那樣 那個 SD 卡呢 是在底部進入的 那不能在旁邊進入 就是為了省位 那這個電呢 這個電是新的 當然呢 它就可以是用 USB 充電 現在的機器都要的了 那是有得插咪的 有得插咪去拍片的 那這裏是 USB 的充電 Micro USB 和 HDMI 頭 當然有這個反屏幕 向上反 還有 如果是 Selfie 呢 它這隻是向下反的 那有一件事 我竟然忘了說 就是頂部呢 有一個按鈕可以算 拍照還是拍片的 這個非常方便 還有拍照 拍片呢 你可以有不同的設定的 有一件事就很奇怪 現在 M Mode 當然就是你 可以設定所有的設定 50 格每秒 即使 ISO 都可以選 auto 或者是 menu 好了 A Mode A Mode 當然是設定 aperture 但是 S Mode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設定的 這個非常奇怪 即是沒有 S Mode 可以用的拍片的時候 這就真的不懂了 大家安裝了麥克風 試一試拍片 當然這個 Find 螢幕是回到下方 現在試這個手持拍攝 尤其是因為它沒有內置防手震 即是它的感應器沒有內置防手震 完全靠這個鏡頭的 VR 鏡頭的防手震 似乎都可以的 即是我這樣看這個小螢幕似乎都可以的 回到大螢幕看看是否都可以 其實它的防手震還有兩個設定 一個 Normal, 一個 Sport 現在仍然在使用 Normal 還不夠, 它還有一個電子防手震 還有拍片的時候 它有 Face Detection 有面部的 AF 但是 IAF 就要拍照之前有了 拍片就沒有 IAF 可能你會說這個反下來的螢幕有點麻煩 怎樣安裝 Tripod 放下機器又不可以 放下機器又用不到 欸 這個 Small Rake 已經出了 你就知道真的很快就已經出了這個 還有它旁邊還有一個 Hot Shill 安裝完燈還可以安裝咪在旁邊 搞定 好, 這部就是 Nikon Z50 這部真的非常細 我把鏡頭插上去給大家看 這部真的非常細 很輕巧 非常輕 這部機 非常輕巧的一部 APS-C 它的配置也不差 因為APS-C的緣故 所以鏡頭也可以非常細 這部機器 這部機器 就是Z50 同場加拍攝這個 Peak Design 這個相機帶 Pick Design 非常之受歡迎的相機帶 這部機器 有一個是 Nikon Z Series 特別版 上面有一個Z Series的標誌 整個是連上去的 不是直接印上去 那麼隨便 非常之精美 而且它連扣上去的那部機器 都是一個Nikon的黃色 就不是這個Pick Design 用開的紅色 是否可以查一查 看看這個Pick Design Z Series 專用相機帶